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人言有本无所去 树英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红准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价券股价指数呢 目前盘中下跌了290点 将近300点的幅度 那投资朋友们 你可能会觉得说 不是国安基金要互盘吗 为什么台北股票市场还是会跌 那我从过去的历史经验 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 国安基金互盘的话 它不是拿来拉指数的 通常它在互盘 都是会用低接的方式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有一些个股 它拉回的时候 尾盘会有一些资金 下去做拉抬的动作 尤其是一些非常机优的 全职类股 他们就会受到国安基金的青睐 然后开始去做互盘 满盘的一个动作 再加上今天虽然指数是跌的 它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重点在这个地方 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预估量能剩下1453亿 跟过去之前那种2000亿 2500亿3000亿的大量来比 其实目前的量能 它已经出现一个腰斩的状况 也就是说我原本的大盘 的卖压从这个地方一路的下来 量能它是增加的 可是到今天为止的时候 你看到其实量能的部分 它开始缩减下来了 当我的量能缩减下来的时候 就代表说我现在市场上的卖压 其实已经有开始一些 趋缓的现象了 那我的卖压趋缓之后 未来只要有一个大量 来去做突破表态的时候 这个力道才会是强的 这个力道才会是有用的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的融资余额 其实已经降到9900多亿了 之前跟大家谈过 其实当我的融资余额 降到1200亿元之下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 相对低点的位置 尤其是现在你已经看到 922亿了 这已经是历史低档的一个水位了 历史低的一个水位 那市场上面融资的卖压 其实已经消退的差不多了 现在只差一点就是 外资的部分 它的卖压 那外资的卖压 主要来自于欧美市场 那欧美股市的部分 你现在可能看到很多的利空 包括这个部分 全球目前有35个国家开始进行封城的动作 甚至强制封锁6亿人 你们不要再做进出 你们所有的人就是待在家里 你不要出来 因为你一出来 你如果去做一些群聚的一些活动的话 你是非常有可能被感染到武汉肺炎的 然后加重了整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那同志朋友 你看到这则讯息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恐慌 你就会觉得说 武汉肺炎好像控制不了 非常的害怕 但是从过去 整个中国防疫的数据来看 其实中国的拐点出现在什么时候 中国的疫情 从高峰开始往下做清零的时候 那个拐点的位置点上面 就是在武汉封城之后 开始出现了 对不对 武汉封城之后 整个确诊案例开始出现暴增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医疗能量 可以开始去确定 筛检所有的人之后 把所有的真的得病的人 你就把它隔离开来 你进入到方舱医院 甚至进入到比较重症的 就进入到火神山医院 那些全部把它分流出来 该治疗的你治疗 该隔离的你隔离 之后就整个疫情 从高峰开始往下荡下来了 所以你看到最恐慌的时刻 就是现在 因为全世界都开始做封城 他强制六亿人 你不要做进出的动作 你现在看到这个讯息 你会觉得很害怕 但是事实上 这个是有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如果欧美国家 还是像过去一样 有没有 就觉得说武汉肺炎 一点都完全漠不关心 就觉得说这是中国的事情 所以才会导致整个欧洲跟美国开始沦陷 如果他们一开始 他们一开始就采取非常有利的措施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会爆发出全球大流行一个状况 现在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说我当时的决策是错的 所以我现在要加强整个管控力道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最恐慌的讯息就是现在了 就是现在了 所以同志朋友 你可能会觉得现在要开始去抢物资 我也看到说很多人跑去Costco 把这个整个市场上面 整个Costco上面 甚至很多那种大量饭店的这个架上的所有物品 通通少够一抠 但是你去思考一下 我今天买的泡面 我今天买的罐头 这些泡面跟罐头 它是有保存极限的 当你现在一窝蜂的跑去做抢性的动作 第一个 你买到的价格绝对不会是最漂亮的 因为很多人在抢 所以厂商它不会减价 它不会降价来去做销售 那你现在去抢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可是一旦疫情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夸张 甚至可能未来封城两个礼拜之后 整个疫情的数量开始从高峰 开始往下跌的时候 那可能整个市场上面又开始恢复平静的时候 价上的货物又开始充满了 结果可能厂商就开始促销 开始降价来做销售了 所以你与其去抢这些物资 倒不如去抢什么 抢未来具备成长性的一些标的 你把这些钱拿去为了布局未来的股票 反而能够在疫情结束之后大赚一波 你的泡面 你的罐头它是会过期的 但是你的股票会因为疫情的结束之后 开始做上涨的一个动作 所以抢股票比较重要 还是抢这些物资比较重要 而且换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去吃泡面 吃罐头 这些是一些不营养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有遇到说 农民因为没有办法生产 然后导致全国的粮食出现供给需求 不平衡的状态吗 并没有发生 现在的菜价高丽菜价它是跌的 它是在出现一个重挫的状态 所以农民它的供给量是大的 现在的农产品它的供给量是大的 你与其去抢这些物资 那你倒不如去抢什么 去抢一些新鲜的食材 去把自己的免疫力拉高上来 对不对 然后你的整个饮食方面 你有非常良好的营养补充 当然对于整个防疫上面 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些恐慌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恐慌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恐慌终于有结束的一天 它总是会有结束的一天 有很多的个股它是被错杀的 甚至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其实外资在这一波大卖台股 它最主要是在衍生性 金融商品上面 它想要做获利的动作 那它现在获利了结了 现在手上的钱满满的 从今年开春到现在 都已经卖了5000亿的股票了 已经超越了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了 这种短线的外资 它想卖的股票都卖完了之后 你认为它还有多少的空间 它可以去卖呢 所以为什么今天大盘 现在是跌下来的状况下 为什么量能会缩下来 量能缩减都是有它的原因存在的嘛 融资断头了 已经没有融资的卖压了啊 外资呢 它已经卖了5000亿了 它想要再卖也没有多少了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国安基金 它在这个低点上面 来去做撑盘的动作 所以当我跌下来的时候 就有一些买盘下去做拉抬的动作 就有一些买盘下去做承接 所以我向下的空间变得非常有限 向上的获利自然也会无穷大 它自然也会无穷大 所以你看到的现在有很多机会点它正在发生 甚至说在武汉肺炎的治疗方面也是有一些机会正在发生嘛 我在假日的时候我在Telegram上面我发了一些讯息给大家 我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治疗的方案正在临床实验当中 包括这个东西法国它发现到有一款医药 有一款旧药 它这个旧药的部分它是过去是拿来治疗什么 它是拿来治疗虐疾的 结果这一次它把它拿来治疗武汉肺炎 就发现到说效果真的出奇的好 所以他们开始大规模的把它拿去做临床实验 原本可能只有几十个人 但是未来可以扩大到数百个人 如果这款药物它真的在法国在美国的临床实验上面 真的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疗效的时候 当然整个疫情上面控制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这款药物它所得到的实验数据是 一般的只要你得到武汉肺炎 如果你投药下去的时候 两款药一起用 用下去的时候 你的五天之内大概就可以把病毒清除到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说你身上完全都没有病毒了 你的身上就可以完全清除掉身体内的病毒的状况 所以这款药物其实在全世界开始进行什么 大规模的研究 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研究 当我这款药物真的能够产生疗效的时候 其实整体的市场的恐慌气氛 也会开始出现一个下降的一个态度 也会开始出现一个平稳的状况 所以利而幼之乱而起之 现在有很多高档上面的股票 反而是一个利空 但是有一些被人家乱杀的股票 反而是一个利多的机会 它是一个机会的开始 你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数字 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感觉 用感觉做股票是最危险的 你要知道说你买的股票 为什么要去买它 它未来的机会点在哪里 你当你在抢购泡面 抢购这些罐头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罐头它不会缺货 这些泡面也不会缺货 你想要买你随时都买得到 可是股票这种低档的价位 这么恐慌的气氛 它不是常常有的 甚至这一波下来 是十年一次的机会点来了 十年一次最大的一个机会点来了 过去大家非常的辛苦 可是当这一个机会开始来临的时候 未来就会有一个大幅反弹的机会 大幅反弹的一个气急反升 所以立而右之乱而取之 在这个乱世当中找到机会点 找到未来的英雄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下个阶段回来 我要告诉大家 哪一些族群哪一些个股 它其实是被错杀的非常严重 而且它是具备未来成长性的 比如像在5G方面 它具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动能 甚至政府在这一段防疫的过程当中 持续的去投入5G的建设 它一直在投入5G的相关建设 这个5G的建设如果没有停下来 那未来整个行情开始直稳的时候 投资人开始发现到这个亮点的时候 可能股价就已经大涨一波了 逢低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指数拉回的过程当中 去找未来的流星 去找未来的明日之星来去做布局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 再见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啊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加选股价指数的部分 目前还是一样 维持在下跌300点附近做整理 那成交量的部分 它已经透露出一些好消息 就是量量的部分 其实它开始缩减下来 但是呢 请注意一下 跌停板的加速一样很多 跌停板加速 还是有大概25加左右 但是这个跌停板加速 如果未来能够持续的去做缩减的话 其实市场上面的这个 就是流动性的风险 就会开始降低下来 那这个部分呢 就要看我们国安基金呢 来去做一个护盘的动作 那我刚刚跟大家谈过 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去抢泡面 也不需要去抢那些罐头那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真的不缺 他们如果要生产 其实随时都可以做 那你现在去抢的话 可能会抢到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 你把你的资金好好的去运用 去规划 把它放到股票市场里面来 说不定呢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 那我们从整个武汉肺炎爆发到现在 很多人会把它当跟2008年来去做一个比较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环境这个时空过程 其实跟2008年有很大的差异别 因为2008年它会爆发是因为美国市场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庞大的资金的缺口 这个庞大资金的缺口来自于雷曼兄弟倒闭 那雷曼兄弟一倒闭的时候 他欠了6500亿元的公司债 他的债券的价格欠了6500亿美金 那你想想看 6500亿美金是多庞大的一个现金部位 所以呢很多 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交叉事故 所以呢很多的银行其实他也会去买什么 买雷曼兄弟的公司债啊 他也会去买一些包裹过的一些公司债的部分 甚至一些债券的部分 所以导致说当时全世界出现了一个美金的缺口 很大的一个美金缺口 而这个美金缺口 后来经过了联准会大量的去做补缺口的动作 才让整个市场上恢复一个平稳的动作 但是现在啊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现在看到武汉肺炎疫情爆发 可是全世界的银行 现在是有史以来体质最强健的时候 目前啊整个银行手上的现金满满 甚至本来都有在发鼓励啊 本来其实银行业它发的鼓励是非常多的 它是非常丰沛的 包括我们台湾的银行业也是一样哦 所以这些银行第一个它有能力去配发鼓励的时候 就代表说其实它不缺钱 它完全不缺钱 那第二点呢 当我现在市场上面遇到这个武汉肺炎状况 可能百业之间会有一些经济下滑的一个动作 可是这时候的银行 他们开始干嘛 开始可以大量的去提供一些小额贷款的时候 给这些中小企业的一些业主 当然就会稳定整个市场上面经济的状况 疫情它总是会结束的 当时呢金融业它连制救都救不了了 更不用讲说它有办法去救这些中小企业 可是现在呢银行它非常的游刃有余 除了自己的问题可以获得解决以外 另外它还可以去帮助谁 帮助很多的中小企业 所以现在的状况跟2008年的状况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你只要顺利的去度过这一个危机之后 未来就是一个光明的开始 一个转机的开始 但是有一些东西它不会消失 武汉肺炎它可能未来会消失 但是重点是原本啊 这些联准会放出来的钱 它不会不见 费的这一次呢把利息降到了零对不对 而且又启动了7000亿美金的QE计划 这个计划呢基本上这些钱都不会变 它都不会消失 它会持续的注资到市场里面去 再让股市呢 形成未来更大一波的涨势 因为零利率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利率 那利率为什么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今天跟银行借钱 我可能借到3%的资金 我去做投资 那我要赚到3%的利润 我可能就需要去投资6% 它可能有办法赚到6%的一个股票 一个标的 我才有办法赚钱 我才有办法取得我要的报酬 可是呢当我利率到零了 已经到零了 所以我跟银行借钱 它是不用利息的 所以我要取得的获利是怎样 我不管投资多少 我只要取得3%的获利 我就能够取得我想要的 我想要我要拿到的一个获利的一个表现 所以法人呢 他就会开始跟银行跟央行 来去做借钱的动作 那我跟银行跟央行借钱 他们也会投入到股市跟债市里面来 那这些钱就会成为 未来股市里面最大的一个活水 所以你看到的很多的利空 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你今天没有武汉肺炎疫情 如果你今天没有因为世界上 遇到这么大的灾难 我告诉你 废的要把利息降到零 有没有机会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他不升息都很难的 更何况是降到零 所以这次川普很爽啊 因为他就是怎样 他就是全世界借钱 借很多的大户嘛 所以当他把利率当到零的时候 对他来想 每年省下的利息有多少 你去思考一下 所以当他省下这些利息 他会干嘛 他会拿去再投资 他会拿去再投资 投资在哪里 可能投资在股票 可能投资在债券 有可能再去建新的房子 然后带动整个就业的状况 开始往上去做提升嘛 那这次川普还加码 1.2兆元的美元刺激方案 有没有 两个礼拜之内 他要发放一人1000块美金 3万块的台币 给大家拿去花 你就拿去用嘛 所以美国现在他也意识到 整个全世界遇到的状况 他们国内遇到的状况 甚至欧洲国家 他也开始意识到这个状况了 所以如果以前 他们只关注在中国 在那边看中国的笑话的时候 他们不会做动作的 可是因为现在已经烧到 他们自己的家里了 所以他们当然要赶快去做灭活 所以ECB这一次还提供多少 75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 而且这一次的购债计划 不是只有债券而已 他这一次还要买什么 买股票 他希望说开始这7500亿欧元 除了要买债券 还要买民间领域的证券 当他的资金开始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说现在的整个欧股 真的就是已经低估了嘛 因为宾市车他已经打了四折 他已经打了六折给你了 跌幅40个percent 你认为宾市车打折的时间 会有多长 今天疫情过去之后 宾市车就不卖了嘛 今天疫情过去之后 宾市车就不是好车了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我跟你讲说 德国股市如果开始稳定上来的时候 你有发现到说 他已经连续三天低档不破了 他已经连续三天都没有再破低了 没有再破低之后开始出现一个反弹 礼拜五已经站回去哪里 站回去五日均线之上了嘛 他如果可以维持在这个区间 震荡整理的时候 欧洲是目前全世界 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甚至已经超越了中国 如果欧股可以稳下来 就会带动美国股市的信心回来 然后美国股市可以稳下来 就会带动隔天台北股票市场 甚至亚洲市场的稳定嘛 所以欧股非常的重要 欧股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持续的关注欧洲股市的表现 那未来台股最重要的方向在哪里 在这个5G的部分 5G呢 在中国方面 他已经大力的展开做建设了 而且目前为止 台北台湾啊 台湾的5G建设也没有停下来 他都没有停止下来 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这些 电信业者 他并没有说他准备要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的开台时间往后延 都没有 他都没有发生 中国方面甚至更大力的去加码 去投资做5G的建设 铁工机以外 这也是5G建设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包括这一些部分 基地台的部分 网通设备的部分 高速运算的部分 都是未来5G建设最重要的一些环节 台湾因为我们是电子业的代工厂 我们是电子零组建 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基地 现在你看到了包括东南亚的部分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他们开始停工了 但是台湾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产能存在 那就算你今天东南亚的部分 它可能影响到哪里 影响到日本 影响到韩国的厂商比较多 可是因为我们台湾 早就已经在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把一些产能移回来台湾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产能 是足以因应什么 未来整个市场上面的需求的时候 当然这些获利的能力 就会开始去做提升 这样因为整个市场上面 原本供给的量荡下来了 那你现在可以拿到货的人 当然它的价格 就会水涨而船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有一些个股 它真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台积电的部分 就已经告诉你说 因为7奈米5奈米 这些先进制程非常的强 它非常的强 所以整个5G你绝对少不了它 你绝对少不了晶圆 你一定少不了它 所以你看2330的台积电 你要看到它连续 一个月之内大跌两成的机会 多不多 其实真的是不多 可是你看到未来 如果7奈米5奈米的制程 它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未来是不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疫情总是会结束的 它总是会结束的 但是整个市场的需求 会在结束之后 出现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甚至在软板的部分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天线的部分 它不会改变 未来4G转5G 整个LCP的天线 它会是未来需求量最大的地方 那获利比较好的 像6269的台郡 最近因为股价 因为武汉肺炎的利空影响 打下来了 可是它的EPS 去年就已经赚了10块钱 尤其是第四季的时候 光一季就可以赚到将近5块钱 而且是本业的部分 那你觉得说 以它现在的获利能力来讲 如果未来切入苹果的供应链的时候 它现在的股价是不是低估 你去思考一下 然后包括5536的盛辉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连续两年获利都已经超过20块钱 将近20块钱 然后都是配息将近15块钱的工资 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获利这么好的情况下 你认为它的股价来到这个位阶点上面 是不是一个很好入手的时机 所以你还要再去抢物资吗 你希望说未来 你要抢到的是会叠价的罐头 会叠价的泡面 会有保存期限的罐头跟泡面呢 还是去抢未来的机会 还是去抢未来具备成长性的一些标的 所有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我的Lite app里面 你可以扫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寻小老鼠BYR255EV 跟上我们风情操盘式的家族 时间的关系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 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